中共大使致信谭德塞要求调查美军实验室 背后决力持续 周江勇家族更多资讯曝光 中共保护个人信息 维权人士说简直是谎言笑话 中美在东南亚竞争升级 越南站哪边 四国军舰冲绳岛延续 印度和菲律宾在南海联手 学者评论香港律师会改选 是专制下的选举缩影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岸新闻 我是王静怡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三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息 美国官员日前透露 美方情报机构的溯源报告 似乎没有做出明确的结论 对此白宫一直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 但中共立刻打折随棍上 开始一轮大反击 一边通过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之口 称美方报告是栽赃 是政治报告 一边由中共驻日内瓦代表大使陈旭出面 直接向谭德赛施压 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实验室 如果说汪文斌在25号新闻立会上 对美国的谩骂只是中共战狼外交的俗套的话 那么陈旭给谭德赛的信函就是中共的新花样了 据中共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官网消息 陈旭在信中重申武汉病毒所泄露极不可能 而且还强调这是世卫和中方一起调查做出的结论 接着陈旭直接向谭德赛施压 如果真要调查实验室泄露 就应该对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展开调查 自从国际社会开始严肃对待实验室泄露假说之后 中共就不断地制造出各种故事 转移焦点 其中以不遗余力地报道一个名为威尔逊爱德华茨的瑞士人最为出名 瑞士驻华大使不得不出面澄清 该国没有国民用这个名字进行登记 还要求中共官媒移除相关虚假的报道 中共这种全球宣传攻势并没有影响国际社会 当各界提到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时 无一例外的都是指向武汉病毒所 分析人士认为 中共这一出戏其实是演给国内观众看的 正如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全球传播助理教授 玛利亚·雷普尼科娃对BBC所说 大多数情况下 中共最大的担忧是在国内的执政合法性 不过雷普尼科娃也说 中共这种模糊内宣与外宣界限的做法 可能给他自己带来风险 因为可能会给北京对外关系带来压力 如今在陈旭直接给谭德赛个人施压 要求调查美军之后 雷普尼科娃提到的这种风险很快就会呈现出来 在阿富汗惨遭败即的拜登政府 是否会接受在溯源调查方面 被北京倒打一耙 外界都在观望 已经有观察人士提出 陈旭要求世卫调查美军 是中共在翻车道路上又狠狠地踩了一脚油门 中共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家族与马云间的往来 正在一步步的坐实 此前虽然陆续通过不同的公众号 爆出周家与蚂蚁集团间的瓜葛 但这些文章都是通过自媒体发布 而且一经曝光很快被删除 到8月25日官媒出手了 官媒《凤凰周刊》通过新媒体官方账号 《观向台》报道称 该报记者到周江勇的家乡 宁波市沿州区张水镇向盐村进行了调查 其叔父周建芳证实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周建勇 的确是周江勇的弟弟 稍早前中国财经自媒体包邮区曾发文指 在宁波有名叫周文勇周建勇的两个人 构建起了一个不小的商业帝国 涉及到能源汽车地铁地产等行业 包邮区指周文勇在2018年调任杭州市委书记 周建勇则是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的副教授 这篇文章并没有披露周江勇与周文勇周建勇的具体关系 只说两个人的商业扩张之路 与周江勇的仕途经历高度重合 很难不让人怀疑是同一个家族的 文章还提到周江勇的家族耗资5亿 抢先购买蚂蚁集团股份的传闻 在包邮区这篇文章问世的第二天 大陆门户网站网易又发表一篇曝光周江勇家族关系的文章 题为寿爷旗帝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等人 与软银中国及蚂蚁集团之间的关系 这篇文章很快被删除 现在凤凰周刊以实地走访的形式坐实了自媒体的爆料 即落马的周江勇与旗帝周建勇和相亲周文勇 一起建立的商业帝国 并且与蚂蚁集团有商业合作 公开资料显示 2019年3月上海云新创业入股成为优城联合第二大股东 而上海云新的母公司是蚂蚁科技集团 董事长是景贤栋 同时在杭州 周建勇的优城联合与杭州市地铁集团 蚂蚁集团 共同出资成立了杭州优城浙江科技有闲公司 在今年的7月15号 中共宁波市海蜀人大官网发消息指 周文勇因涉嫌走私废物罪被捕 8月21号 中共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在会场被带走接受调查 有消息指 这之后周建勇也在山东接受了调查 8月23号 中共杭州市纪委监委下令整肃政商关系 覆盖全体市管领导干部 而且倒查3年 杭州是阿里巴巴的大本营 虽然有观点认为周江勇家族被调查 是反习势力打击习近平派系 但还有一种可能是 这是习近平当局彻查马云背后 中共大小权贵关系网的一步 中共最新通过的个人资讯保护法 将在11月开始生效 新法要求企业或互联网平台 保护网络用户的隐私 尊重用户的知情权 同时对违规企业 定下高达5000万人民币 或者是该公司上年度营收5%的罚款 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 以笑话和谎言来形容这一新法 陈建刚告诉美国之音 个人人权的最大敌对方 或者是伤害人权的一方 就是在于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公权力 那么中共是掌握了所有的权力 不仅掌握公权力 而且它可以掌握全体中国人的私权 可以入侵你的一切资讯 也可以对任何一个公民剥夺一切 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也指出 因为法则重 此法或许可以限制平台 在商业手法上对用户的隐私侵害 但对于异议人士的隐私 不太可能起到什么保护作用 他说因为中国并非法治社会 很多法律最后沦为服务中共政权的工具 个人资讯保护法通过当日 中国科技股再度受重挫 香港恒生指数一度急跌2.5% 市场人士认为此法重新引起投资人对中共加大打压科技企业的恐慌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8月24日晚间抵达越南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 他25日与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会谈时 再度批评中共在南海的霸凌威胁 以及过度声称主权的行径 呼吁国际社会对北京施压 这是哈里斯在为期七天的亚洲行中第二次抨击北京 然而越南官媒月通社在25日晚间发布的通告中 对哈里斯抨击北京的内容只字为题 根据越通社通稿 远春福重申越南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哈里斯25日还会晤了越南国家副主席武士应春和总理范明正 以及将派遣额外的美国海岸防卫队舰艇更频繁地造访越南 协助该国维系其在南海的利益 他还宣布追赠100万剂疫苗 并在河内成立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新办公室 哈里斯这次出访 外界普遍认为是为了争取盟友 共同应对中共在区域中日益扩大的影响力 就在哈里斯抵达越南的前一天 中共将20万剂疫苗送到当地 中共驻越南大使雄波更借机会与总理范明正会面 专家分析 虽然越南意图接哈里斯来访 把与美国的外交层级拉抬到战略伙伴地位 但恐怕将会触及到北京 即将在9月停靠在恒须贺基地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 24日在冲绳以南近海与日本美国荷兰三国舰队进行名为 崇高同盟的联合演训 四国船舰在海上一字排开十分壮观 日本海军少将金野太数在舰上记者会中说 为实现自由且开放的印太构想 期待欧洲等志同道合的国家积极参与 日媒报道 这是英国航舰首次与日本自卫队在日本近海举行演训 主要是为了牵制海洋活动日益频繁的中共 几乎同时 23日印度与菲律宾海军在南海举行联合军演 印度国防部介绍 印度海军特前舰队中的蓝威杰号导弹驱逐舰 和科拉号导弹护卫舰在南海海域 与菲律宾海军安东尼奥卢纳号护卫舰 举行了海上联合演习 印度国防部8月初宣布 派遣一支海军特前舰队前往南海 执行为期两个月的海外部署 期间将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海军 举行多边的联合军事演习 同时还将与新加坡、越南、印尼及菲律宾等 东南亚国家海军举行双边演习或交流活动 未来印度海军特前舰队还将前往关岛海域 参与马拉巴尔2021多边联合军事演习 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 南海已经成为美中角力的新战场 在中共官媒及林郑月娥终止关系的言论威胁之下 香港律师会8月25日凌晨公布理事会改选结果 改选的5个理事会席位全部由亲北京的5个候选人占据 被视为开明派的3名候选人全部落选 改选后的香港律师会20个理事会席位当中 亲北京的建制阵营由原来的12席增加到了14席 而非建制派由8席缩减至6席 香港进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系副教授陈佳洛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 这是一次蒙上极大污点的选举 选举过程中出现了一连串的乱象 可视为专制管理下选举的缩影 陈佳洛说 由整个异国之力去压住 建制阵营想失败都很难了 大家应该很细心的去想一想 香港一个专业团体自己的选举 为什么会惹来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以及政府的压力 这样还怎么能说香港的公民社会 或者是一些专业团体可以专业自主呢 陈佳洛还表示 投票率较上次改选也大幅下跌 反映部分律师会成员的沉默抗议 香港律师会成立超过110年 有超过12000名职业事务律师会员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